主料,豆腐100克,胡萝卜丸子100克,豌豆粉30克,鸡汤500毫升,辅量,姜片两片,盐,香油,香菜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鸡汤里放进豌豆粉煮透,准备白菜,豆腐,胡萝卜丸子,香菜备用,鸡汤里放入豆腐,再放白菜,煮开2分,放入丸子煮开,关火, 倒入大碗里,整形,撒上香菜,倒入香油,上桌楼,烹饪技巧,这个汤菜很简单,但要根据每种食材注意先后顺序,把握火后,第一,握的豌豆粉很耐煮,所以先下道,如果是市面上普通粉丝,那就要在丸子之前放,第二,薯丸子已经是熟的,而且很不耐煮,所以最后放, 开锅就好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